起床了朋友们 今天我们起的特别的早 知道知道为啥 咱是被逼的 被逼无奈 我们现在都还没有放小咖啡 这一大早 现在还好了 刚刚好多大爷大妈围着咱的车在研究 这是啥品牌的 大概值多少钱 很懂很懂 这些旅游团的大爷大妈 因为我们停在 看桃花的这个停车场的 我不知道这么早就来了好多的旅游大巴 特别早都走了好多量了现在 我们准备开着走吧 小咖啡都不放下去了 我们等会开到前面去人少的地方再放你行不 因为这里下去了我怕的是等会有五位特别多的大爷大妈过来 在车上来看的话那也不好我也不习惯那种特别吵闹 我就习惯亲近的那种地方 等会我们就开着走 再检查一遍 窗户这些关好没有 都关好了因为这个窗户 它和这种车不一样 在这玩意外推的你要把它给关过来不然的话就老火了 行了我们要走了 不陪这些大爷大妈玩了 哎呦我的老天呢有大早 好多 走吧 机器也预热了挺大半天的 我感觉怎么说呢这些大爷大妈也是属于受害者 行没车 是叫怎么一回事来因为这个季节这里面就是看桃花的吗没车是吧 这里面就看桃花这都接起桃子了都没有什么花了 基本上没有花了全都接成桃去了 因为这些大爷大妈应该是坐飞机过来跟团的 这个天去看桃花也看不了了 但是来都来了那不看呢对不 又感觉好像缺点什么 啊这里就是景区的大门嘛 好像40一张票那年我们来的时候 对啊这些你看桃树全都是树叶了 拜拜走了 拜拜了 可能最多还能看10天 我感觉一点花都没有了 好想干什么 对啊 我们在一路开来几十公里 车停在318国道的旁边 这外面就是高速公路 我们这一次没有走高速 就直接走的国道 走老的国道到拉萨 看见那里有头毛流没有 黑漆漆的 这里没什么草 它就吃这种干的那种树枝 棍棍 可能也不容易吃饱 我感觉 这没有什么东西 全是干的树枝 对面那里也有 别跑到公路上面去了 自己就在这个坝子里面跑 跑到公路上面去 就要你的命 虽然说这一条老的318国道 车不是太多 但是有的时候也有车 有那种大货车 因为这边高速不允许 大货车上高速嘛 所以说他们只有走国道 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了 突然之后 как晚上 是 十分钟 再度 没什么 不是